我們今天選擇了一本書叫做 What's Wrong With China 認不認警呢?還是很掃興呢? 中文是講座教授也思 他70年代編過一本書 美國的地下文學書 Like an obnoxious expect drunken Rent extended to a whole book 現在介紹的這本 The Beast就是跨調的一代沒有中文版 講到上面為什麼被人騙 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本就是他上一本書的介紹 如果大家有興趣一些在中國做生意的 你的範疇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Centrocentric Thinking 中國中心的 這範疇好像是財經書 又不是完全是 The Richest Man in Babylon George Clayson 因為很多英文知識沒有翻譯到中文 如果你只靠看中文或中文翻譯書 其實世界比較狹窄 還有一個橋樑和大家溝通交流 和分享一些讀書心得 Regazine的新節目 我就是會長Dominic 含櫻咀話 大家好 又回到含櫻咀話 Hello 大家好 還有我在 會長 之前的集數會長介紹了一些書 今次輪到我介紹一些書 今次我想介紹一本 The Beast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我用一個簡寫 VSI 這個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其實是一個系列 就是牛津出版社會出的 其實這個系列的書 已經出了十九年 其實是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意思是 這個系列的書 其實是讓你大概知道 某一個題目的一些 簡介 每一本書都是很薄百多頁 我就想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很忙 之前會長介紹一些書 都會告訴大家 看哪幾個部份 就可以了 大概你會知道什麼 不是說可以的 至少 至少都知道 看完整本書更加好 因為這個系列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就是二千年 到二零一九年 已經出了六百零七本 有六百零七個題目 其實每本 百多頁 我就不會選擇哪些部份 可以讓大家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百多頁 其實都很快 不能介紹 大家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有趣的題目 有十多二十本 其實出了中文版 我現在介紹這本 The Beat 就是跨調的一代 沒有中文版 怎麼存在呢 Beat 被人打一身 打到跨調的一代 為什麼打到呢 這個要解釋一下 我一會兒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 首先我想說一下這個系列 VSI VSI就是牛津出版社 想一些通識系列的書 每一個專科的書 都用百多頁 找一些專家寫出來 其實有什麼專家 例如讀大學 例如讀文法研究 找文學系 大家知道 Terry E. Coulton Terry E. Coulton 其實有寫過一本 就是《The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Life》 譬如Jonathan Coulton 寫過《Literature of Theory》 《Barth》 《羅林巴特》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出名的學者 帶了是不是四十年代 不是的 這些還沒死的 這些全部六七十歲 但這些書出的時候呢 2000年到2019年了 蛤? 很新的 很新的 這堆書出了十九年 就不是很久的書 其實是很新的 還有定時 有些書都賣得很好 有適合版本 他們會重寫 和改變 找同一個作者寫 這次介紹了一本 《The Beats》 《The Beats》 Sturridge S-T-E-R-R-I-T-T 他是美國人 這位仁興 其實有PhD 其實是一個電影的學者 他寫過很多本書 他是一個高達和Hitchcock Hitchcock是希治國的專家 寫過這些書 其實他當中寫過兩本書 關於跨調的一代 叫做《Math to be Saved》 《Screening the Beats》 《Screening the Beats》 意思是怎樣在螢光幕看 跨調的一代 他的本書顧名思義就是 在螢光幕 例如電視劇 電影 怎樣去講跨調這一代的人 的一些故事 歷史 當時的文化 是怎樣 講回這本書 這本書 《The Beats》 《The Great Short Introduction》 其實的寫法 他就不是這個歷史 他就想介紹 跨調一代什麼 最初他的寫法 就想講 這班人 很典型 學者寫 有五個W的寫法 是什麼來 什麼時候出現 哪裡來 為什麼來 什麼時間來 誰 當時 何 何 何 哪 這種寫法 然後逐個寫 例如有什麼人物 有什麼事 歷史 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分了幾個範圍 所以 因為本書只有百多頁 不夠兩百頁 我就不鼓勵大家 跳開來看 因為全部都看完 其實都不是很久 時間 本書就是這樣 有幾個範圍 其實都想講講 首先他會講一下 跨調一代是怎樣來 剛才會長說過 BAT 他的字 其實意思是被打一身 BAT you 其實我打你一身 為什麼叫BAT 其實是講美國 他們這班人 其實是戰後出生 是Baby Boomer 50年代 其實是十多二十歲 或者二十多歲 經過戰後 有些就打過仗回來 有些就剛剛出生 戰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 1945年結束 是的 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態崩潰 一些固有 例如道德價值 一些social law 一些看法 其實已經不合時宜 對他們來說 他們這代人 出生 有些很窮 有些有錢 有比較有錢 變成他們 在當時的社會 找不到一些 蠟燭點 找不到一些價值 怎樣為之 一個好 怎樣為之一個人 理想是怎樣 當時的人 他們不太清楚 自己的未來 是怎樣 有幾個代表人物 而這個 跨掉一代 其實影響到今時今日 譬如說 前一屆 拿諾貝爾謀獎的 這個 Bob Dylan Bob Dylan 其實就是這代人 如果你上網看 Bob Dylan 就會跟他們 我稍後會說 譬如 Jack Kerrick Ellen Ginsburg 或者 William Burroughs 這些 主要代表人物 合作過拍照 一起拍照 其實是那個年代 Bob Dylan 是音樂家 音樂家 其實如果你看 幾年前 李銀大學的 中文學講座教授 也思 他70年代 編過一本書 美國的地下文學選 其實Bob Dylan 是有寫詩的 他除了唱歌 是有寫詩 其實他可以是文學家 不過他比較少 講解他 為什麼他會拿諾貝爾獎 其實就是因為 他裡面的歌詞 好像寫詩 很有意思 他是頒獎的 是頒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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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是文學作品 所以有 諾貝爾文學獎 是給Bob Dylan 其實要這樣追溯 原後 Bob Dylan 其實就是跨掉的一代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為他唱歌 會放到流行音樂 比如說 文化icon 或者文學 很少會說Bob Dylan 其實Andy Warhol 也是 如果大家上網搜尋 大家搜尋找 Jack Carrick Bob Dylan 或者Andy Warhol 他們一起拍照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那群人 很朋友 一起去對草 後來 都是那年代的 五十年代 大圍在東岸還是西南 還是全美國都有 好問題 其實他們主要是西岸 其實當時有一間叫做 San Francisco System Light 在San Francisco 有一間書店 開設了 剛剛他們這群人 當時在那個地方活躍 有些文化砂 龍皮貝斯 互相評論大家的作品 當時這群人其中一個私人 主要的私人叫做 Gary Snyder Gary Gary G-A-R-Y Snyder S-N-Y-D-E-R Gary Snyder Gary Snyder 其實是來過香港的 Gary Snyder 是2009年來過香港 在香港浸會大學 國際作家工作坊 當時 其中一個私人 來過香港 講過文學作品 當時聘請他的人 就是中寧教授 是當時香港浸會大學的文學院院長 中寧教授 中寧教授最近退休 他最近退休之前那份工作 其實就是澳門大學的 鄭育彤書院院長 之前中寧教授教過香港大學和浸會大學 在香港 為什麼又關香港事 關中寧教授事 因為中寧教授 其實他的博士論文 寫了 有一個作家 叫Kennif Ratzroth 中文名叫黃鴻公 黃鴻公這個人 其實就是影響到 Beat Generation 黃鴻公開到 剛才我說的那個書店 在三藩市開的書店 他們這班 Beat Generation 那時候的年輕人 有些文化沙龍 喝咖啡 互相評論 在他的書店做這些活動 黃鴻公本身也是詩人 畫家 就影響了他這班人 中寧教授寫的PhD論文 是關於黃鴻公 他就會認識這班人 其中一個作家 Garry Snyder 在09年請他來香港講 他來09年來香港都老眼日 對呀 這個問題我忍了 他黃鴻公 Garry Snyder 老眼日 為何他還可以這麼健壯來香港 因為Garry Snyder 其實在當時來說 他現在來說 是一個環保分子 他長期住在深山 在當時來說 即是他拒絕 美國的深山 美國的深山 他其實就拒絕 資本主義那些東西 他躲在深山 很健康 所以他80多歲的人 2009年來香港 其實到現在還沒死 即是不吃那麼多 超級薯薯薯薯 即是如此 他崇尚自然 Garry Snyder寫的詩 我剛才說 他是詩人 其實他是受韓山詩人 韓山是Holman 韓蘭的韓山 一座山 其實是唐朝的詩人 韓山其實在香港 或者華民地方 其實是沒有重視的 唐斯 一定是李伯 杜甫 沒錯 因為他在深山上 韓山其實是一個 憎人 寫詩 他們反而 美國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他們的崇尚自由 Hippies 即是前一陣 Beat Generator 後來影響Hippies 他們這些人 就在中國文化裡 找到存在感 躲在深山 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其實覺得這樣才是一個 在當時來講 是找到自己的價值 其實後來就影響到Hippies 例如 吃LSD 大麻 Sex 然後 公社制 他們這班人 就受到Beat Generator Beat Generator 現在開始做這件事 這班人就是Beat Generator 就是一個 Precursor 類似這樣的 但希皮那一代 算不算Beat Generator 是Beat Generator 還是下一代 下一代 Hippies就是六十年代 現在說Beat Generator 就是Baby Bloomer 五十年代 但他們也是在三橫市 Hippies也是在三橫市 開始發揚光彈 所以也有一個連貫 是的 Woolstock 其實Hippies 是最有代表性的 還有鄭先生說 那個Garry Schneider Garry Schneider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讀書 亦遇過一個這樣的人 我不是Garry Schneider 是 他又不工作 是 他不去公社打工 是 他有少許收入 但他好像解釋 為何我這麼少收入 甚至我們學生 我們學生都叫慳 他這麼少收入 他都可以存活 他是清教徒式生活 對 那些人也不開車 有些人盡量乘搭 有什麼事也不遠走 沒有什麼需要走 有什麼地方要去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 美國不搭車 不開車 不開車已經省了很多錢 這間屋住的都很隨便 那些人是真的 衣服又沒有怎樣花錢 有時候人家捐 有時候去救世軍 吃就盡量去到最最低 還有他們還有一些人 有很多人有玩的 印度靜座 所以 所以 都很年輕 到老的 我想說 印度靜座 其實這群人 受東方神秘學的影響 其實是有去學 印度 或者是 中國的佛教 譬如 有本書 譬如 Jack Carey 有本書叫做 The Diamond Bomb 其實Diamma 就是小城佛教 其實他們是受這些影響 他們透過東方神秘學 或者東方的文化 去找回西方當時的價值 其實就有這群人 這群人 剛才我提及過 他們有很多 譬如 吃大麻 吸毒 性 其實性是濫膠 結婚後 又可以出去滾 滾完後 生了兒子便走了 其實Jack Carey 就是這種人 試過 搞大了人 然後便走了 這些 橋段 他們這些 在現實生活中 經歷過的事情 就放回文學作品 美國也是 50年代開始吃濫膠 之前美國人還很保守 沒錯 譬如最出名的 On the Road 那本書是Jack Carey 寫的 就是說他不斷在美國 有時自己開車 有時是坐順風車 坐順風車 到處去 裡面的角色 其實就是他和他的朋友 在路上 在路上的書 就不是一次過旅行 是說他幾年 兜來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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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像不用工作 有時是做少許事 賺少許錢 有時有錢 拿去賺儲 然後浪交 走來兜去 兜來兜去 寫了一本書 就是他這些經歷 寫了一本書 其實這本書 他就說一些電影和流氓文化 如何受到影響 所以你是喜歡 是的 我喜歡看電影 其實有說到電影 例如有什麼電影 是說關於Beat Generation 或者受到影響 比如說 最近 拍過On the Road On the Road 就拍過電影 這個歌普拉做監製 那部電影 簡直是說 Jank Kerrick 的故事 On the Road 那小說拍到電影 之前 回顧展 電影平台 我回顧展 做過 The Naked the Lunch 其實就是 William Sparrow的小說 赤裸吳燦 其實是說 也是他們這些作品 很多文化作品 其實都拍過 電影 電視劇 受到影響 後來之後 這個Hippies 其實都是Beat Generation 衍生出來 受到影響 一代的文化 這本書其實就 介紹了這件事 給大家認識 這本書 建議大家從頭看到尾 因為是百多頁 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 透過這本書之後 希望大家 引發到 對其他 chapter 其他 topics 有興趣 因為這個VSI 其實有六百多個 topics 我想有些 大家會有興趣 還有百多頁 就很快看完 但我想在美國歷史 而言 Beat Generation 有幾大影響 Beat Generation 很大影響 例如Bob Dylan 那些不是Beat Generation Andy Warhol 他有很多影響 流行文化 Hippies 60年代 反戰、越戰 其實就是這種影響 我想你可以說 整個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其實就是Beat Generation 衍生出來 或者受它影響出來 Beat Generation 我想加一件事 不知道你講完沒有 你講 你講 就是之前有一套美劇 前幾天有一套 叫Mad Men Mad Men 是 講一個廣告公司 的一個主角 他不是直接講Beat Generation 但他很多季 五、六季 他講了整個時代 就是Beat Generation 就是那五十年代 他那個主角 打完韓戰回來 就開始在紐約工作 然後屏幕清雲 他自己又不是那些文學家 但他那個人 亦都是有種 反映了那個時代 舊那套保守 那套價值沒有了 現在新的時代 美國是世界第一 Chill-up 強國 你這些美國人 一時又失去價值 究竟應該怎樣做好呢 那個主角 他平時日後真的很正經 打胎 穿西裝上班 家裏有老婆有小孩 很正常 因為是典型美國中產男人 但一到下班 他其實是追求一些 像Beat Generation 會去拍攝院 去藍教 去偷情 不斷偷情 拍攝院後 他都好像滿足不了自己 還要繼續追求 有時候他都想自己 不要工作 去開車 在公路到處走 毫無目的 去Rambling 到處走 這套戲是說 他有些心理狀況 所以他不是說 Beat Generation 但這套戲所說的 就是Beat Generation 背景當時的美國社會 這幫人很多都是來自美國 其實這幫人 我不知道 他們通常 你說Bob Dian 有正經事不做 但這幫人很多 我見過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他們乖乖地打回條胎 在華爾街上班 在紐約 去通用汽車 去做City Bank 做泛美航空 一間大企業做 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但他們就不選擇這樣做 沒錯 但有很多人 心裡希望他們 但實際上 現實環境 他們又不容許 仍然要上班打胎 養妻活兒 但心裡 希望自己變成他們 那Mad Men 就是那套戲 例如 剛才說的 William Burroughs 其實就是哈佛 William Burroughs Ginnsburg 就好像Ellen Ginnsburg 就像是Columbia 那樣 是名校的 是讀書的 不是那些 衰衰的 不是流的 不是有書不讀 做廢青那些 是 不過他選擇了去做這件事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一次我會介紹另一本書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再記起